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牧师在这里贡献 贡献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蒙恩宠 阿们 最主要是身体要健健康康才重要 所以我们知道每一年我们在新年期间呢 我们在座的一些姐妹们呢 或者是做妈妈们都非常忙碌 对不对 因为要预备这个团圆饭 但是在忙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也不要忘记来亲近我们的神 所以今天我看到还有一些人能够来到这里 其实给你们自己一个鼓励的掌声好不好 因为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很忙 因为明天要准备这个的团圆饭 对不对 有些人巴萨的鱼还没有买 虾也还没有买 但是It's ok 我相信呢 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吃到这些东西 吃呢不在于那个丰不丰富 就在一家人团团圆圆和和气气 那个才非常重要 如果你吃的山珍海味 但是每一个人吃的都不开心的 然后每一个人吃的都在那边 很多的厌员马厌的话呢 我觉得干脆就不要煮了 我们在外面吃一顿会比较好一点 明白吗 所以我发现到有一些人 做博士啊 我要煮的 没有 你看港口没煮 那我吃得好 所以如果要做呢 开开心心地做好不好 开开心心地煮饭 因为呢 你知道吗 那个菜肴 如果你开心地煮 不好吃 我们都会觉得好吃的 如果你真的很苦毒的 鬼子挖猪 鬼子挖猪 哭挖猪 咬到那老子 没得堵 完了 我告诉你 那一顿饭呢 我告诉你 吃了就非常 我是觉得没有那个味道 好不好 所以我奉劝我们在座的各位姐妹们 开开心心地煮饭 好不好 那么弟兄们 你也不要在那里翘脚 我相信呢 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暂选你对你太太的爱的时候 好不好 所以帮忙她 帮助她 如果要切鱼 切菜 切肉 虽然你不会切 切得大块一点 是OK 就新家 吃多多地 明白 所以我们华人呢 我们很看重这个团圆法 为什么呢 因为一家人 团圆在一起 和和气气 这个是非常融洽的一个画面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呢 如果你很久没有回家的 不要再孤独伶仃了 明白吗 不要再吃那些干达 回家跟妈妈一起团圆 跟爸妈妈妈 过去任何的不愉快 误解也好 我盼望呢 借着今年呢 这些误解能够被解开 好不好 你回去 那么你就是一个present 你就是一个 去到那里跟他们同在 然后把你生命的见证来告诉他们 那么你说牧师啊 我为什么不回家 因为我是基督徒 我不能吃拜的东西 他们都要拜 他们不要分开 It's okay 你奉耶稣的捷径 什么都可以吃 Amen 可以吗 不要 就是很多人 我发现到有一些 就是因为不想吃拜的东西 然后回去 你知道吗 很多人跟我讲 博叔啊 我早不怕 新竹了 我不早早不怕 为什么呢 因为新年不回家吃饭 我就问他女儿 怎么不回家吃饭 我妈妈整天拜的 拜的 谁告诉你拜的东西不能吃 奉耶稣的捷径 什么都可以吃 Amen 所以这时候 我们不可以有两个standard了 明白意思吗 奉耶稣的捷径 什么都可以吃 因为为了福音的缘故 让你妈妈知道 你还是爱她的 OK 所以回去团圆饭 跟你隔壁左右的时候 回去团圆饭 不是现在啦 明天啦 哈 哈利路亚 你知道吗 每一个主日 我们基督徒也在这里团圆 你知道吗 我们每一个礼拜 我们跟主团圆 所以我们常常跟主团圆 为什么我们不回去 跟我们的家人团圆呢 这个是个非常 让我们去反省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我们在地上团圆呢 是我们practice 我们在礼合社 为什么呢 有一天我们会上去天堂呢 我们要吃羔羊的宴席 Amen 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常常跟我们的 所有全世界的众生徒们 每一天都在那边团圆 那么还有啊 我们也看到 新年期间呢 很喜欢贴那个春联 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们家 有没有贴 以前我们新年的时候 我们都会放红布啊 没有贴春联就放红布 It's okay了 不要连基督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文化 OK 所以 为什么华人会贴春联呢 相传啊 这个是传说啦 就是正月的时候呢 有一个年寿 叫年 有一个寿名叫年 那么他就会在正月呢 出来怎么样呢 吃人 吃人 所以他在正月里面 出来吃人 那么很多人就很惊慌 所以就发现 最后人类发现到呢 原来这个年寿 也有他的弱点 他怕两样东西 一个是什么呢 声音 打鼓的声音 OK 所以你看我们华人新年 都打鼓的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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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打鼓的 就是为什么 要鼓声呢 能够寄退一些的邪恶 或者是不好的东西 都用鼓声 我们华人很看重 这个的风俗 所以他们会打鼓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放那个春联 就是有一个 你看门框那边都会 门楣上都会放那个红布 或者是红色的 跟我们什么东西很像呢 一夜节 对不对 因为他们觉得放 以前他们就 用那些鸡的鞋 就涂在门楣上 因为那个兽 过去他们就不会进他的家 跟第一个一夜节 不是很像 对吗 所以华人应该信耶稣的 OK 所以 所以这个是新年的一些的 一些的风俗 但是我相信呢 今年真的让你们 大大的蒙恩宠 Amen 那么我们觉得 新年最主要是什么呢 我们遇到人 我们会说什么 恭喜什么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其实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 因为我 上个礼拜 我的妈妈就打了电话 给我的父母 我父母已经八十多岁了 那么他呢 这个老人家呢 他在新年很看重那些词的 不能讲这不吉利的话什么 所以我们一起 跟他拜年呢 一定要讲这句话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因为他们很在意发财 每一个新年呢 一定是买资的 他们去到哪里都买资的 OK 我驾什么车来 他就下注了 OK 他们很看重的这些东西 他们发财是很重要的 但是今年我妈妈 就跟他打一个电话 因为他 一个人在家 然后孩子都在外面 那么有一天的时候 就不省人事 跌在这个地上 然后他的邻居就觉得 诶 中文 这个 我的父母没有出去 跟他们谈话 就觉得奇怪了 然后就去他家 看了一个究竟 哇 原来他躺在下面 已经不省人事了 就快快打电话 叫Ambulian 叫所有的这些村民 因为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就没有这样状况 你死你的事 死了三天还不知道 只有臭味 诶 你知道吗 我死给死 死给死 死给人 所以甘邦都不一样 甘邦是什么 他们就很什么 很同心卸力的 他们就快快叫很多人来 开门啊 就把他送进医院 他说整个送到医院的过程里面 他都不知道 所以他也是救活了 所以我母亲就特别 就过去打一个电话 安慰他 然后就跟他说 新年来了 恭喜发财 他说不要发财了 你要恭喜我身体健康 因为他们看重了 原来健康很重要 Amen 所以健康 今天牧师特别要跟你们分享 就是让恩典涌流的新年 那我们的这个新年里面呢 让我们生命当中 经历神多多的恩典 你可以说Amen吗 多多的恩宠 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很重要的 今天我不是说 钱财不重要 丰盛不重要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没有了健康 你有多少的钱也是没有用的 今天如果你回去 你可以去医院里面 你告诉他 我给你两百万要不要 他还是说 你不要给我两百万 你给我健康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的 今天你能够坐在这里 你能够走动 你能够吃东西 你能够体会这些世界上的美好 是因为我们活在健康里面 当你活在健康里面 有些时候呢 我们就不懂得健康的可贵 但是我真的是希望说 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呢 我们能够来领受神 满满的一个祝福 以及满满的一个恩典 所以在圣经里面 我要特别要今天分享 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是记载在 创世纪的 我们来看 创世纪的二十章的十七十八节 二十章十七十八节 这段经文呢 也是第一次经文里面 讲到医治的经文 阿们 医治的经文 所以我们读圣经呢 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 有一个圣经的解释法 就是首次被提到的 一个地方法则 就是the law of first mention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还记得吗 我说恩典这个字 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呢 也是出现在创世纪 对不对 挪亚在神面前蒙 恩 挪亚是什么意思呢 我已经解释过了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 医治第一次出现的经文 就是在创世纪的 第二十章十七到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他说 亚伯拉罕 祷告神 你知道亚伯拉罕是谁吗 不懂都没有关系 等下慢慢跟你解释 亚伯拉罕就是 神呼召的 这个希伯来人 就是以色列人的始祖 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 所以亚伯拉罕祷告神 神就医好了 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 聘他的众女仆 他们便能怎么样 生育 因耶和华为 亚比米勒的妻子 杀了的言故 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 不能生育 所以为什么 这段经文说 为什么神使到亚比米勒 和他的妻子 以及他的众女仆 不能生育呢 因为谁的言故 因为谁的言故 因为安德鲁的言故吗 因为 Pastor Andrew的言故 是不是 不是 因为谁的言故 撒拉跟我一起说 撒拉的言故 不是沙拉 撒拉的言故 那么撒拉的言故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所以今天我要从这段经文里面 这里面 隐藏了许多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 让我先来谈一个叫做意表论 圣经里面有很多意表论 就比如说我们说 当你在圣经里面 你看到在创世纪 当亚当和笑娃他犯了罪之后 他犯了罪之后 他用无花果树遮羞 对不对 因为他看到他自己是测身 露体的 他就用无花果树的树叶来遮羞 然后神就杀了一只的动物 用他的皮来给亚当和笑娃来遮羞 那么请问 当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那一只动物代表谁 意表的谁 请问那只动物代表谁 耶稣对不对 他是一个意表 然后当我们看到 亚伯拉罕他去到摩利亚山的时候 他要把以撒线为基 对不对 然后他就在还没有杀以撒之前 这个一只羊就挂在那个树上 然后耶和华说 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不留下一个好处不给我的 那边有一只羊 你可以把它牵来宰杀的 请问那只羊也预表了谁 耶稣基督 那么我们看整个的创世纪的时候 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 耶稣被他的兄长出卖 对不对 然后被卖到埃及 这个为奴 去到波提法家 整个耶稣的故事 才预表了谁呢 也预表了耶稣 我们是这样看的 所以当你看圣经这样看的时候 圣经就不会怎么样呢 好像说乏味了 你会看到很精彩的 原来神开启我们的眼睛的时候 让我们看见 原来圣经是这样记载的 原来圣经是这么说的 那么你越看 你就会越明白里面的这个故事了 所以我们说 当我们想到亚伯拉罕的时候 亚伯拉罕代表什么 亚伯拉罕意表什么 常常我们讲 亚伯拉罕他意表什么 信心对不对 亚伯拉罕是意表信心 信心之父 好我们看罗马书的第四章第三节 他说什么 罗马书的第四章第三节 亚伯拉罕信神 神就算他为义了 所以有一句话说 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这句话在基督教界里面 没有人可以反对的 对不对 当我们想到信心之父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谁呢 你就会想到亚伯拉罕 因为亚伯拉罕就是信心之父的 一个的意表 那么当我们讲到 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的意表 那么撒拉又代表什么 对不对 我们想明白 所以今天 因为里面这个 《创世纪》的第二十章 非常重要的 让我们能够明白 其中真正的 神到底 透过这一章 整章节的经文 要告诉我们什么 OK 那么我们说 各位说 亚伯拉罕代表什么 信心对不对 想不想知道 撒拉代表什么 撒拉我们一起来看 这个加拉太书 OK 加拉太书四章 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因为律法记得说 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还记得吗 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第一个儿子叫什么名 使你所生的 叫什么名 叫brother昂 第二个儿子叫什么名 以斯玛利 以斯玛利 然后呢 一个是使你生的 使你是谁呢 使你就是下甲 OK 我发现到你们都还 新年的气氛 我知道是有的 OK 但是我们回来 回来 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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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我知道你们要新年了 等下我要去买衣服了 那个 这个上面那边 以为是红色的 不要给人去想起 我等下要去买了 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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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保留给你的 OK 会保留给你的 你不是说 哇 那个鞋 那个鞋我一定要买到 会去买到 哇 四百多块 它offer 50% It's OK的 OK 等下会给你的 一个使你 使你的名叫谁 下甲 OK啊 下甲 好 一个是自主妇人所生的 自主妇人是谁呢 就是 沙拉 OK 然而那个使你所生的 是按照血气生的 那个自主妇人所生的 是凭着什么 应许生的 原来 这个沙拉所生的 以撒是凭着应许的 为什么凭着应许 什么叫凭着应许 Promise 什么叫凭着应许 因为沙拉生的这个孩子 以撒的时候 几岁啊 九十岁了 圣经说 他的夜经已经停经了 但是神还是给他生了出来 亚伯拉罕已经一百岁了 明白吗 所以意思是说 当你看到沙拉的时候 如果你活在当时那个时代 你看到沙拉抱着以撒的时候 你会说什么 哇 这是神的恩典 你明白吗 哇 你停经了这么久 还能够生养啊 这个是神的恩典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意思是说 凭着应许生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必须要明白 以撒不是凭着血气生的 而是凭着应许生的 我们再来看二十四二十五节 加拿大书第四章 接下来二十四二十五节 这都是个比方 你看啊 保罗这个预表论里面呢 圣经里面很普遍的 OK 自己做个比方了 保罗就开始做一个对比的 做一个预表了 OK 他说这两个夫人代表两个约 OK 两个约 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的 生子为奴 乃是下甲 这下甲二字是 亚伯拉罕的西乃山 只做亚伯拉罕的西乃山 以现在耶路撒冷同类 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 都是为奴的 我告诉你 西乃山之约代表什么约 当我们讲到西乃山的时候 它代表什么 摩西在西乃山颁发什么 颁发律法 你明白吗 颁发律法 OK 西乃山代表一个律法 我到现在我告诉你 以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 意思是到现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他们还是遵守律法 你会看到他们 这个额上有这个经文 这个手背手鼻上有这个经文 他们还是非常遵守律法 到现在他们 就是说在律法之下呢 他们是被一生为什么 为奴的 但是感谢主 今天你在律法之下吗 请问 我们今天活在什么月 他说两个月嘛 一个是律法之夜 一个是什么 恩典之夜 感谢主 今天你要确定 你今天是在西乃山下呢 还是在西安山下 你必须要明白 OK 接下来我们去看26节 26节说什么呢 26节说 但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由的 这是撒拉的意思 撒拉是自由的 她是我们的母 这是我们的母亲 所以意思是说 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对不对 一个是使你所生的 一个是自主妇人所 生的 使你所生的名叫什么 Andrew OK 使你所生的名叫 伊斯玛利 OK 那么 为自主母所生的叫什么 以撒 那么现在好了 跟你个别左右说 你是我的兄弟呢 还是同父异母的 你问问他 诶 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对啊 一个是 一个是 是同父异母呢 还是兄弟 所以今天我们跟 以撒是有关系的 还是跟 以撒玛利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分清楚 OK 当你分清楚的时候 你就明白了 所以当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请问 请问 我们说下甲代表律法 对不对 OK 撒拉代表什么 大声一点 OK 亚伯拉罕代表什么 这个撒拉代表什么 恩典啊 明白了没有 这个概念 这个预表论 好 我们进入 上世纪的二十章 第一到第二节 OK 上世纪的第二章 第一到第二节 他说什么 我们一起来读 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圈去 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 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 撒拉为 为妹子 就是妹妹的意思 基拉尔王亚比米勒 菜人把撒拉怎么样呢 娶了去 所以意思说什么呢 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为妹妹 这个是一个谎言来的 对不对 请问 亚伯拉罕 这个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 还是妹妹啊 妻子 但是亚伯拉罕在这个亚比米勒王面前 称他说 这位是我的妹妹 亚伯拉罕不承认 与撒拉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不要忘记哦 亚伯拉罕代表什么 信心 撒拉代表恩典 很多人今天听了恩典的信心的时候呢 恩典的福音之后呢 我们都知道恩典很重要 OK 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们跟恩典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我们把恩典当作妹妹 请问跟妹妹可以不可以亲密关系 现在的世界很难讲哦 现在是疯狂的世界 真的现在是疯狂的世界 但是神希望说 我们跟恩典是一个夫妻的关系 明白吗 不是一个妹妹的关系 所以当我们 妹妹是不能有亲密关系 我们都知道 所以几多人 我今天告诉你 其多人很看重信心 我不是说信心不重要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看重信心 我们不能够忽略神的恩典 Amen 因为在以福手术 很清楚告诉我们 我们是因着什么 本夫 我们得救 本夫什么 本夫恩也因着什么 信 很重要 所以信心跟恩典是在一起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 是谁把恩典带走的 亚比米勒王就怎么样 把撒拉取去 OK 你看到吗 你知道吗 不要允许人在你生命中 带走恩典 带走你的撒拉 跟你哥比祖说 不要允许 明白吗 我刚才说的 撒拉代表 the grace 上帝的恩典 我们说 恩典是一个人 对不对 那个人是谁 耶稣基督 我不是说撒拉是耶稣 你明白吗 你不要误会 不要把整个创世纪拿 撒拉就是耶稣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它是一个意表论 它是一个意表说 所以当你这样看圣经的时候 你会更清楚 你会更有很多的亮光 你会更明白的 阿们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 撒拉就代表 神的一个恩典 神的恩典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 接下来我们再看 第三章 但夜间神来 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 你是个死人 因为你起了那个女人来 她原是别人的妻子 你看啊 神 在神的眼中 撒拉永远是 亚伯拉罕的妻子 纵使 亚伯拉罕称她 撒拉为妹妹 但是在神的眼中 不 撒拉永远是你的妻子 你看到吗 所以神责备 亚比米勒的时候 说什么呢 他原是别人的妻子 但是 当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惊讶 你会觉得 主啊 神啊 你好像骂错了人 对不对 谁说谎 谁说谎 亚伯拉罕说谎 神骂谁 神骂 亚比米勒 好像很不公明 明明是牧师做错 在神骂你 有人点头了 明明是 安德鲁做错 怎么骂我 但是今天就有没有 我要告诉你的是 神在替亚伯拉罕 和撒拉来辩护你 明白吗 神说你这个死人 你是骑的是别人的妻子 当人把恩典 就是把撒拉 从信心里面带走的时候 神就会说 你这个死人 很危险 所以你的信心 你不要说你有信心 然后你没有恩典 神就会对你说 严重 你这个死人 还不快点醒 所以我们要非常明白 要抓到一个 信心跟恩典是永远 要在一起的 等下我会给你看 我今天 今天很多的问题 不是信心的问题 是因为人 很多时候 信心 我们 我们有信心 但是我们 这个信心里面 恩典从这个信心中 被抽离了 明白吗 亚比米勒 没有带走亚伯拉罕 对不对 亚比米勒 有没有带走信心 亚比米勒 没有带走信心 亚比米勒 带走谁 带走恩典 撒拉 你知道撒拉 这时候几岁吗 Hello 几岁 89 89岁 还这么漂亮 拿她的 带走她的 不是 亚比米勒 不是路边的亚伯拉罕 或者是 阿灵 不是公路 阿灵在那边 他不是普通的亚伯拉罕 他不是普通的人 他是一个什么 亚比米勒什么 亚比米勒王 亚比米勒是个王 吉拉尔王 他的后宫里面 有兵妃多少 圣洁里面有进在 但是你会看到 他有很多妻子 他有很多的兵妃 他可以看上89岁的 哇 你觉得 这个撒拉 我告诉你 有一天我回天家 我第一眼要看的就是撒拉 你到底美到哪个程度 你明白吗 89岁还这样美 父女们 你们要不要 哇 真的 有没有80岁的 举手一下 世界人抢着你都要你 所以我告诉你 这个撒拉预表的神的恩典 所以很多人强调信心 他就除去恩典 甚至惧怕恩典 但是我要告诉你 唯有信心加上恩典的时候呢 所带出来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阿们 所以这段经文里面 我真的希望说 今天能够开启你们的 这个属灵的眼见 那你们知道 信心如果没有恩典 那信心也是突然的 Hallelujah 好 我们再看第四节 来 我们再看第四节 第四节说什么 亚比米勒 切还没有亲近撒拉 这段经文 你要imagine啊 你明白吗 你看经文的时候 你要去思考 今天如果是 Brother Ang 他是一个亚比米勒王 他看到撒拉的时候 他快快把他抢走的时候 你觉得他不会去亲近他吗 他还等利焰回来吗 这个做一个比喻了 OK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利焰有在吗 OK 不要生气 不要等下拉他耳朵 OK 这只为比喻而已 他说亚比米勒王 却还没有亲近撒拉 他说主啊 言有义的国 你要毁灭吗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一段的记载 就是这个王把美女带回家 却无法亲近他 你会觉得奇怪吗 等一下会解释的 为什么不能亲近 因为神不允许他亲近 为什么神不允许他亲近呢 我要说的 圣经没有解释的东西 我也不能解释 我能够讲的就是 可能他无能 那个时刻 可能这边不懂 这边笑得很厉害 这边懂 他想要亲近的 但是他却不能亲近他 你明白吗 这个意思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来 下一节你就懂了 来 我们来看 OK 第五 第六节 那人岂不是对自己说 所以这个亚比米勒就开始 他开始投诉了 他开始为自己声音了 那人岂不是对自己说 他是我妹子 就是女人自己也说 他是我的哥哥 我做这个事 深圳什么 首节的 神在梦中对他说 我知道你做这个事 是心中正直 我也拦阻了你 免得你得罪我 所以我不容你 什么 站着他 不是他不要 你明白吗 不是他不是 他不是不要 他是不能 你懂我的意思吗 不是他不要 是神 不容他 站着他 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说神啊 真的你开启我们的眼睛 我告诉你 世界 不能占无恩典的 Amen 这个世界不能占无恩典 但是恩典能够改变世界 你可以说Amen吗 你知道吗 在就业律法的时候 一个不洁净的 当他坐在那个位置上 当你去坐那个位置 你也是变成不洁净的 所以你知道吗 在就业里面 那些麻风病人很可怜的 那些麻风病人 他们要走的时候 他们要拿一个 叮咚的 麻风来了 麻风来了 全部怎么样 全部过来吗 全部走到光光 因为 旧业里面他们会说 在整个的概念里面 如果这个你动到麻风病人 或者你接触麻风病人 你虽然没有得麻风病 但是你也变成一个 不洁净的 不洁净的人 为什么你看那个血肉夫人 她不敢给人家知道 她就靠近耶稣 然后摸耶稣的医迹 然后那个医锤子 那么她就得医治 对不对 她的血肉就干了 我告诉你 如果她说 我的血肉夫人来了 血肉夫人来了 钱不能跑 当然如果她有信心 耶稣是不会跑的 但是她怕耶稣也跑 你明白吗 但是她说 只要我摸她的医上 我就得医治了 所以你看他们 战战兢兢兢的 OK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 当主耶稣讲完了 这个登山宝训 然后她就下山 她一下山的时候 有一个麻风病人 对耶稣说 主啊 你若肯 叫我得洁净 主耶稣说什么 主耶稣没有说 主耶稣不单单说 也直接握着她 拉她起来 主耶稣说什么 我 我肯 你看到吗 在就业 在整个律法里面 告诉我们 当一个不洁净的人 接触到洁净的人 那个洁净的人 也会变成什么 不洁净 但是我告诉你 我刚才说的 神说我不容许 你站着她 一说恩典 主耶稣 当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 他是洁净的 当他触摸不洁净的时候 那不洁净的变成什么 变成洁净的 阿们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过去我们都是不洁净的 过去我们都是有罪之身 但是因为我们接触了耶稣 我们接受了耶稣 我们这个不洁净的 变成什么 洁净了 阿们 所以你跟你个壁左右说 你洁净了 哈利路亚 所以我要说的 不是他 不是他不能 不是他不要 是神使他 无能 弟兄们 你要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你不用吃什么 为哥什么哥的 你到回耶稣面前 你就可以了 哈利路亚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他说我不容你 站着她 是非常震撼的 所以来到神的面前 你知道吗 恩典强盗的一个地方呢 是最无法 占捂恩典的 所以不明白 恩典的人常常说 哎呦 恩典等于妥协啊 但是你要明白 神秉义的恩典 是不能 无人可以什么 占捂他的 而且还能竭尽这个世界 Amen 好 我们再看第七节 快快乐 现在 神对他说 现在 你把这人的妻子怎么样呢 归还他 因为他是什么 他是什么 如果你是亚比美娃 你们说有没有搞臭 他是先知 刚刚才讲骗话 他是先知 神你有没有发梦啊神 他刚刚才跟我讲 所以在这一章里面 很多的奥秘 神称亚伯拉罕为什么 先知啊 他说什么 这个先知还不打紧 他要为你什么 祷告 使你 存活 你若不归还他 你当知道 你和你所有的都必什么 都必去死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在想 亚伯拉罕 怎么能够是一个先知呢 他不是刚刚是说谎的那一刻吗 神竟然称为他先知 但是我告诉你 弟兄姐妹 你要明白 今天一旦你因信 罗马书五章一节 我们是因信 称什么 称义 当我们一信靠神的时候 神就称我们为义人了 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 我都不好啊 为什么神还要祝福我 你很奇怪对不对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很奇怪的 牧师啊 我觉得我做得不够好 我不够圣旧 我祷告不够多 我好像没有 没有常常来清净神 但是我看到神祝福我 我告诉你 这个是恩典来的 Amen 因为神要透过这个恩典 让你清净祂 让你回到祂身边 可能你早上起来 或者是昨天 你才跟你太太吵了一顿 比如来高等 买来高等 鬼祭 没银没银没银 没银那些团圆饭 没吃啦 本来好好的团圆饭 变成什么 没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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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透过今年 让我们能够一家人 好好在一起 Amen 你知道吗 一家人团圈也不简单 不要意气用事 很多时候 我奉献所有的弟兄 我们很想我们的家人 来亲近神 或者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太太 我们的妈妈 我上个礼拜还讲了 改变永远是神的工作 Amen 你明白吗 改变永远是上帝的工作 我们要做的 就是活出生命来 可以吗 活出我们的生命来 让人家知道 让人家说 哇 爸爸改变了 我的老公改变了 以前没有讲 I love you的 现在可以讲 I love you的 哇 这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 怎么你会讲 I love you啊 我不知道 我来到教会 就觉得我越来越爱你 这样是一个吸引来的 你明白吗 除非你太太不爱你 她爱别人 如果她爱你的话 她会跟着你来的 你明白吗 因为我的老公 来到这个教会 来到神的面前 她越来越爱我 我也想越来越爱她 但是有些时候 爱不下去的 你明白吗 很辛苦的 我讲了 有些时候 你结婚了三十年 你牵她的手的时候 是好像你自己的左手 牵右手 没有感觉了的 但是我告诉你 她来到教会的时候 那个爱火重新 再燃起来的 燃烧起来的 再燃烧起来 所以我真的希望说 跟你个壁左右说 改变是圣灵的工作 OK 改变是圣灵的工作 真的 所以今年新年了 好好吃一顿饭 好不好 不要 昨天 昨天 我们有一个弟兄 他就跟我讲 牧师啊 牧师啊 你跟我妈妈讲 他每一次团圆饭 他都很紧张的 人家不回来 晚一点回来 他就在那边 很 很 我这样讲 忙张是什么 华语叫什么 忙张啊 华语叫北歇 忙张华语叫北歇 北歇是吗 北歇 有没有 忙张 什么的 啊 焦急啊 我 这段时间想不起了 这个词 词穷 啊 烦躁啊 烦躁 对对对 烦躁 词穷啊 这段时间脑海词穷 OK 烦躁 所以牧师你去鼓励他 我就说 阿姨 我说 新的一年 我们一起吃团圆饭 开开心心 好不好 我说 OK咯 开心咯 这个买堆 那个买堆 我来咯 我说 我买住了啦 咯 咯 买堆 八十八 你吃菜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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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们知道 他是不回还是什么 他们 因为收工词嘛 有些时候 老人家的概念 就是那个时间点 一边要到家 OK 所以我说 OK啦 最主要他们平平安的回来 所以我就跟他讲 讲讲 OK啦 OK啦 我买住了 我说 你这样凄产 去一杯 然后在那边吵吵 那我说 去外面吃 然后他的儿子 也愿意去外面吃 哇 tidak 得了咯 你去外面是找一个时间 年初二也可以嘛 对不对 最主要是有团圆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 很多时候 我们失去了这个机会 跟我们家人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沟通 所以今年这个新年呢 我觉得 如果有很多我们的 亲朋亲友 或者是我们的孩子 从外面回来呢 好好的去跟他有一个沟通 好不好 好好的跟他有一个沟通 然后现在我们 讲到哪里去了 突然就忘记了 好 我们说 当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呢 这个恩典会改变我们 明白吗 会改变我们 然后这个恩典就怎样 生活化出来 人家看到你的时候 哇 你这生命里面真的 有上帝的容美 有上帝的爱 有上帝的包容 明白吗 以前我会发脾气 你问我的子嗣就知道 我一点点就发脾气的 我甚至开会的时候 我会生气 但是现在改变了没有 改变了 我以前是一粒榴莲来的 你知道吗 我去到那边 它们一定伤了 你知道你不相信 等一下你拿一粒榴莲丢 看它会不会伤 肯定伤了 遍体鳞伤 它现在是自粒榴莲 不是自制 自粒榴莲 变成什么 变西瓜了 所以你丢的时候 它不会吃伤了 OK 但是这个西瓜 一跌就破了 很脆的 所以我也不想脆落 我也想刚讲 Amen 所以 就怎么办 很多时候 我常常说 那些 那些已经 有些 有些我们发现到 我曾经问一个弟兄 他的太太就 因为早逝 我就问他 你想不想再来 再来第二村 他说 那粒榴莲都磨到变西瓜了 现在还要加一粒榴莲 不要了 我这粒西瓜一定很痛了 我想想看也有道理 现在你都滑到这样了 又再多一粒榴莲进来 你这粒西瓜一定完蛋了 所以我也说 OK了 不用紧了 最主要是 单身的生活 也是可以很精彩的 Amen 保罗也是单身生活 你看保罗写了这么多本书 所以我鼓励那些单身的 没有事做的话 这个新年期间 就写写作 写一写文章 OK 产生保罗的恩告 Hallelujah Hallelujah 好 接下来我们去看第八第九节 第八第九节说什么呢 亚比米勒清晨 亚比米勒是个王 清早起来 召了众仆人来 将些事都告诉他们听 他们都生惧怕 所以亚比米勒就 召了亚比拉罕来 对他说 天哪 你知道你向我行的什么事情吗 天哪 是我加进去的 我们要去思考 这段经文 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 你禁止我和我国里的人 现在大罪你 你向我行的不当的事情了 好好跟你讲 我不是要你的妻子 如果你是你的妻子 我不要拿的 但是你说你妹妹吗 OK吗妹妹 虽然是八十九罪 但是还是很漂亮 但是为什么你要骗我呢 肯定 亚比米勒我觉得 他一定是很疯狂地 去责备亚伯拉罕 我告诉你 有些时候 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也被世人责备 你明白吗 严重你跟我讲 耶稣多么好 耶稣多么好 你都没有活出来耶稣的 我们会这样 会不会 有没有 我曾经去探访 我们的一个会友的家 然后完了之后去说 bye 说 bye 我就看了邻居 阿姨 来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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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 我出离拜啊 人家说 人家说人家好啊 人家说人家好啊 人家说人家说人家好啊 人家说人家说人家好啊 人家说人家好啊 人家说人家说人家好啊 人家说人家好啊 我敢说人家好啊 很多时候啊 我们没有真正把福音的好消息 带给身边的人 反正这辈 你讲你有恩典 你讲你有耶稣 但是我看到你的生命 你有没有把意思吗 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要活出一个生命的见证 不要把恩典 从我们生命当中怎么样呢 流失掉 不要把耶稣把我们好好的 一个整个的生命呢 我告诉你 很多时候 不是耶稣不好 耶稣非常好的 阿们 你可以说阿们吗 但是有时候人而已 所以我们常常 我而且是说 我们要常常把耶稣的生命活出来 所以你要怎样等到耶稣的生命呢 多多来教会啊 多多看圣经啊 多多跟弟兄姐妹在一起 那我们自然而然就活出什么 喜乐的生命 你知道吗 Young man Young man 挥挥手 Young man以前你知道 我看到他摆头发 我告诉你 他站在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来的 在十多年前 他每一天早上都喝酒 他不喝酒不行的 他好像中了酒毒啊 你明白吗 所以每一次 每一次来教会 爱弟就说 为我先生祷告 他每个晚上 他都很会驾车 驾到一辆车 好好的 变成一辆好车变烂车 为什么呢 他这边窗啊 那边窗 你怪不了他 他还好平安回家 今天还坐在这里 因为他喝醉酒 他就来 每一天早上都喝 每一天早上 我告诉他 因为信了主耶稣之后 我真的很佩服Young man 他地酒不沾了 他地酒不沾了 什么东西改变他 诶 中酒毒的人啊 他说不喝酒 可能嘛 所以一些人就很 Perry我们 我们以前 我在工作的时候 信耶稣啊 信耶稣 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我说你的人生意义 就是喝酒抽烟赌博啊 我说今天我不是不抽烟 我是可以不抽烟 你可以不抽嘛 诶 他想一下 饭后一支烟 快乐像神仙 我饭后不抽烟 也像神仙 所以但是 随便捆绑 星期六礼拜天 有去排队的几种 多多满灵 早饭 为什么 今天晚上梦到 哇 博士公的结果了 几空白狗 真是 今天没白 早饭 几空白狗 丢丢哭 疯耶稣的名句解 我不是给你证字 但是我要讲的 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 谁不要自由 今天你看了2089 你可以不要买 我可以选择不要买 但是那些买的人 我告诉你 他不可能不去买的 你明白吗 他一定去买的 我告诉你 以前我们有中英文堂的 以前巴士马丁 我还记得巴士马丁 讲这段经文 他讲 以赛亚书53章 一到四节 那个人去买 中头奖 他拿十多钱来 奉献给教会 他讲牧师 上个礼拜 你讲的那个信息 我突然间神感动 我要我去买 五三一四 我十多十四 我买 他中了十分之一 这是十分之一 牧师说 你的钱拿回去 不 神不是这样祝福的 你们有意思吗 不是的 所以我告诉你 谁不要自由 我们不要自由 你所以可以选择买吗 可以 但是我不 我有这个自制的能力 我不去 我不去买 我可以喝酒吗 我可以喝 但是我不醉酒 但是那些一喝酒的人 他可以醉到不省人事的 我是不能喝酒 我喝酒 喝了一杯 我就不省人事的 我醉酒很有敏感 OK 我讲到为什么 我讲到这里了 OK 新年期间 不要喝太多酒 也不要太多 不要堵 我知道我没事 马牧师 一年一次 堵不OK 不用紧 我告诉你 不要 不要留地步 真的 一脚两脚 我告诉你 这个不是堵不堵的问题 你知道吗 一切的问题 都是来自贪开始 明白吗 所以尽量不要去 触摸这些东西 好不好 我说那些单身的 没有东西做的 结束 OK 我给自己一本 我给每一个新年的 一个挑战 刚才我一直讲 回家吃团圆饭 对不对 我不会叫你说 不会属灵到一个地步 从创世纪看到启示录 我告诉你 我不会叫你要求 这样的 至少看一本有意义的书 好不好 属灵的书 我们 我有很多书 在这个命定为王 你可以看 等一下柜台那边 有很多那个CD 你们可以自由索取的 柜台那里有CD 你可以自由去索取 你可以去听 就是说有空的时候 你就听听一些信息 会比较好 好不好 所以让这个新年活得 更有意义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什么呢 我刚才说了 我们生命里面 如果没有活出恩典 世上的人会平纪我们 好 我们再看 14-15节 亚比米勒王 OK 亚比米勒就把牛羊 土杯吃给亚伯拉罕 又把他的妻子 撒拉怎么样 归还给他 跟我说归还给他 亚比米勒又说 看啦 我的地都在你面前 你可以随意什么 居住 就怎么样 你看到什么意思 你看到什么 当撒拉被归还的时候 意思是说 当恩典回到信心的 或者回到该有位置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当恩典回到该有的位置 当恩典跟信心在一起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祝福就来了 阿们 祝福就来了 所以意思是说 信心就开始怎么样 信心因为恩典开始什么 丰盛了 信心因着恩典开始富足了 信心因着恩典开始什么 倍增了 谁代表信心 亚伯拉罕 你也可以是一个信心 你说今天我有信心 但是如果你有信心 你加上恩典的时候 恩典是谁 恩典是一个人物 恩典就是耶稣基督 Amen 当你有信心 但是配合到 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的所有一切都是会变什么 丰盛的 所以意思是说 当撒拉被归还的时候 当恩典被归还的时候 亚伯拉罕就得到什么 普贝 牛羊 不仅如此 这个亚比米勒王说什么 你可以随意 居住 如果你在 在槟城 如果 槟州援手对你说 巴勒安 槟城哪一块地 你喜欢 你哪去 你要拿哪一块 你不要跟我讲 松安洛干 松安洛干 这是他的工厂的地方 你可能要 找一个更好的地点 对不对 所以他说 你可以随意居住 弟兄姐妹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 你看到吗 谁倒霉 亚比米勒王倒霉 对不对 最倒霉的是谁 撒拉倒霉 明明是 我是你的妻子 但是你说 我是你的妹妹 而且 你也从 我也从你的手中 被什么 被人拿掉 我相信如果 Chester 伊林 从你的手中 被某某人拿掉 我告诉你 他会恨死你 是的 对不对 谁 谁倒霉 撒拉倒霉 对不对 今天我们看 恩典 也是一样的 谁在十字架 请问谁被 挂上十字架 本来挂十字架 是你的 对不对 但是今天 谁为我们挂上去 耶稣 因为他为我们挂上去 他摆上所有的一切 是他愿意 把 对一个 十字架 是一个神圣的兑换 十字架 是一个神圣的兑换 因为耶稣 我们今天成为一个义人 因为耶稣 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好我们再看 最后我们再看十七十八节 十七十八 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 聘他的众女仆 他们变得怎么样 生育 所以因耶和华 为亚比拉罕的妻子 撒拉的言故 也是因为撒拉的言故 已经使亚比米勒王 和家中的妇人 不能生育 所以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当恩典被释放出来的时候 当恩典被释放 被解开的时候 教会肯定生养众多的 你可以说阿妹吗 这里告诉我们说 当恩典被释放的时候 那么亚比米勒 整个家庭就可以什么 就生育了 所以我们要开始看到 教会要朝向复兴 当恩典被释放的时候 当主耶稣张选的时候 主耶稣在世上说什么 在圣经里面说 当我被高级起来的时候 就吸引怎么样呢 万人归向我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里面含着两个重要的意义 就是一个成为祷告的人 可以被祷告的人 多少这里的人 想成为祷告的人举手 很少不了 你们都是要一直被 要为人家为你祷告 你不会为人家祷告的吗 再说一次 谁想为别人祷告的举手 谁想被祷告的举手 那剩下的不知道什么 所以你知道吗 亚伯罗汉为什么 可以成为这种人 亚伯罗汉为什么 他根本没有资格 他刚才说谎罢了 对不对 但是他的祷告 有没有力量 他说了谎 但是神称他为先知 所以很多时候 对我们姐妹 我们以为 我们常常要为人家祷告的 我们以为 自一的一个态度 我以为我今天祷告 我今天 牧师 我已经 我这个礼拜 我读了十章的经文 我今次祷告三天 然后呢 我用方言祷告 十个小时 现在你看我的手 多有能力 快快快 把你的头放在我的手下 把你的头放在我的手下 来来来 我很有恩高 我告诉你 这样是行不通的 这样恩典 意识不会留的 当你觉得你厉害的时候 那是你的厉害而已 你觉得你可以的时候 那是你的可以 你知道吗 亚伯罗汉 他什么都不是 对不对 但是神还是用他 谁厉害 那个厉害 所以意思是说 你不需要等到 你完美的时候 你才可以为人家祷告 明白吗 你自己不完美的时候 你可以为别人祷告 你看啊 亚伯罗汉 他为亚伯罗汉 要祷告什么 生孩子 对不对 但是他跟萨拉 有没有孩子 他跟萨拉 有没有孩子 没有 一个没有孩子的人 要为孩子 要为别人祷告 你说奇怪吗 真的很奇怪的 就好像一个 拜咖的人 要为脚痛的人 祷告 我们常常有这种思维的 你要好些 你才为我祷告 你知道吗 亚伯罗汉就是这样 他跟萨拉 还没有孩子 但是他却为亚比米勒 往什么 祷告让他们有孩子 让他们能够生育 所以你看到 神实在是奇妙 不是因为你有 你没有 你也可以为别人祷告 当你为别人祷告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神迹就开始 透过你应讯了 你知道吗 当你为别人祷告 医治是透过你 怎样出去的 你也会得到 更大的一个祝福 等一下我给你看 你会看 我刚才说的 亚伯罗汉 他还没有生育 他跟萨拉还没有生育 但是神 叫他为亚比米勒 往祷告 你看20节 20节是什么 这个 20节 21对不起 21 再下来那一节经文 再下来 再下来 21节 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 兼顾萨拉 便照着他所说的 给萨拉成就 当亚伯罗汉年老的时候 萨拉就怀了意 道神所说的日期 就给亚伯罗生了一个儿子 刚才我们读的是20章 对不对 17 18节 是最后的一节经文 亚伯罗汉为亚比米勒祷告 亚比米勒王和他的妻子 还有他的众女卜 都能够什么 生育 祷告完了 直接进入21节 第一章第二节 然后呢 亚伯罗汉就开始 神就开始兼顾亚伯罗汉了 纪念亚伯罗汉了 然后呢 萨拉就怎么样 怀疑 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 神要透过你 彰选 他的神迹 魔鬼常常欺骗我们的 你有病 你还为你祷告 但是我告诉你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再告诉神 神啊 透过这个神迹 你也要医治我 阿们 你明白 亚伯罗汉的那个意念吗 神透过亚伯罗汉 因为亚伯罗汉根本 跟萨拉还没有孩子 但是他先为亚比米的 祷告的时候 他们能够生意的时候 接下来 My turn 我的时候了 Amen 你跟你哥比嘴的时候 My turn 我的时间 My turn是怎么进行程的呢 你要去啦 你要去为人家祷告 可以吗 怎样聚会完工 不要讲闲话太多 你把你做什么事 不要 你要为他祷告 你做的后期 你为他祷告的时候 你要知道吗 他做的 你比他煮的更好吃 可以吗 所以你找那些灰煮的 快快给他祷告 我问你祷告 让你这个新年煮的好好吃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煮的更好吃 比他更好吃 所以这个是一种的概念 你知道吗 魔鬼撒旦常常有一种欺骗我们 说告诉自己 等你病好先啊 才为人家祷告 不 很多时候 我们会知道 如果你存着这个想法的话呢 我们就不能够经历神大大的一个作为了 所以来到神面前 你知道那些被祷告的人 我们今天也需要明白 如果你认为你完美 你才来祷告 那我就告诉你 那我们很难去领受神的医治的 因为只有不完美 神的恩典才能够涌流 所以保罗说 只有软弱 我就夸我的软弱 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 我什么时候就靠神的恩典怎么样的 刚强起来 今天我如果做一个呼召 弟兄姐妹 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祷告 所有需要的人 可以来到这边来 我牧师会为你们祷告 那些没有信心的不要出来 你有没有看到牧师这样讲的 没有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是切乏 因为我们就是不完美 对不对 等一下要祷告 今天有读十章经文的可以出来 那些没有读的不用出来 不可能对不对 因为不是我们完美 神才医治我们 就算我们不完美 神还是会医治我们 我不是说信心不重要 弟兄姐妹 我要说的 不论我们切乏什么 主耶稣都会能供应我们 阿们 所以信心是很重要 但是我们不要让信心成为一道的墙 拦住人看见耶稣 我告诉你 当人看到耶稣的时候 我们不知不觉就有什么 有 有信心的 你知道吗 连信心也是从谁来的 也是从耶稣来的 在西班牙说很清楚告诉我们 仰望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中的耶稣 阿们 虽然你没有信心 但是祂还是会给你 那么你的信心怎么来呢 我就好像说 现在我一直跟你们讲道 对不对 跟你们讲道 你们心中 自然而然就有什么 有信心了 本来你还想说 哎呦 等一下我不知道要怎样祷告 感谢主 神透过八十二告诉我 虽然我不完美 但是我还可以祷告 你看到吗 信心就这样的建立起来 所以讲台很重要 你知道吗 讲台 它会把你踢入坑中 也会把你从坑中怎么样的 拉上来 在乎你聆听怎么样的一个信息 如果你常常听一些 定罪的信息 控告的信息 或者机关枪的信息 我告诉你 你活得不精彩的 你的人生会活得好像 很没有意义 但是今天如果你来到神的面前 你常常听一些 神带领我们 建立我们的那种信息的话 我告诉你 你的生命就活着更丰盛 就活得更精彩了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说带祷的人 不需要很完美 才可以为人带祷 那么被祷告的 也不需要很完美 才可以被祷告 对不对 这两者呢 给我们一个学习就是 我虽然不完美 但是我知道最完美的就是耶稣 阿们 因为祂能够弥补 我都不完美 因为在十字架上 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兑换 好 我说 常常说 请我们静脉堂上来 我要为你们来 做这个圣餐礼 因为我相信呢 我们说十字架 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兑换 OK 十字架是一个完美的兑换 为什么是一个完美的兑换呢 因为 我要说 有一位神 也有一位魔鬼 这是肯定的 神爱你 但是 撒旦 他却恨恶我们 他不喜欢我们 神希望我们的生命 蒙福 蒙恩 蒙健康 蒙恩宠 但是撒旦却希望我们的生命 活在一个咒诅里面 所以 他希望我们生病 他希望我们不如意 他希望我们的家庭 愤乱 他希望我们家庭 鸡犬不灵 但是今天 主耶稣来 他要给我们生命 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所以我们说 主耶稣就是恩典的化身 在这个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字节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立法是介绍摩西传的 然后恩典和真理 是介绍耶稣基督来的 所以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祂轻生淡淡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 不好的 然后祂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今天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真的希望说 在这个2019年的 这个荣誉新年里面 我们能够健健康康地过新年 阿们 当我们领受 神的祝福 神的恩典 拥留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 那我们今年的新年 是一个蒙恩之年 也是一个健康的一年 所以今天 弟兄姐妹 我说选择在我们的手中 神不会强迫你 接受祂的祝福 祂的恩惠 或者祂的医治 或者祂的慈爱 但是神爱你 这个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阿们 纵然你拒绝祂 纵然你不爱祂 但是祂仍然选择爱你 圣经说 因为神爱你 将祂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 赐给我们 所以今天 来到神的面前 也透过这 几章的经文 一章 这个创世纪的二十章 我们知道 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 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 阿们 不要允许任何人 从我们生命当中 带走耶稣 阿们 耶稣是祂的恩典 不要允许任何人 在我们生命中带走祂 因为祂对我们实在重要 因为有祂 我们拥有了一切 哈利路亚 谢谢大家